既然你要承认现状 就是台湾是一个实际上的独立自主 高度自治的一个国家 它是一个国家实体 从各种各样的指标上 它都符合一个主权国家的要求 所以说联合国作为一个 伸张世界正义 组张世界和平的一个组织 它对这些事情都要有一个严肃的态度来讨论 2024年不是1971年 半个都涉及过去了 很多半个世纪以前的议题 现在早就不存在了 中苏也没有什么冷战已经完了 美苏也更没有冷战了 所以说这些问题要有现实的眼光 中国大陆一直在讲与时俱进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中共的领导人应该正是 台湾人民几十年来 所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 技术方面的一个成就 承认台湾在国际上 应该有这个议席之地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今天我有邀请一位特别来宾 就是余茂春老师 余老师非常感谢你愿意接受我这次的采访 也很感谢你们这次安排在哈德逊学院的很棒的演讲 然后蓬佩奥前国务卿有出席 谢谢你斯坦啊 那么谢谢你这个美言 欢迎到美国来 谢谢谢谢 谢谢邀请 那余老师我先请问一下 因为这一次有联合国宣打团 有到美国 然后主要是他们是希望可以争取 我们是希望可以争取到加入联合国 以台湾的名义来参加各种的国际组织 我想请问一下 您怎么看待台湾在国际上的参与这件事情 这个不叫申请加入联合国 应该是台湾重回联合国 联合国在这个1971年的时候 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他没有通过比较正当的程序 解决台湾人民在国际上的这个代表权的议题 那个议题呢 当时联合国全体大会觉得这不重要 这完全是这个不对的嘛 因为那个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因为不重要的议题 你你在这个不是这个important question的话 在联合国的这个大会里面 他要他只需要简单多数的票数 可以通过那个2758号决议 如果说是重要议题的话 那么他就需要三分之二的票 所以当时是一个程序上的一个错误 而且当时呢 美国呢做联合国的代表是这个老布什 他当时做的这个实际上很不成功的 我觉得是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败笔之一了 就他可以利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地位 把一切的有关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议题呢 都可以给他否决掉 但是他没有启动这个程序 这个呢我觉得应该吸取教训 那么现在我觉得这个台湾的代表权呢 现在在联合国的议事上呢 也逐渐逐渐重要 唯一的这个障碍就是中共坚决反对 反对也没什么理由 就是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分 实际上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分 这个联合国应该讨论一下 就是说你不是说这个 既然你要这个承认现状 就是台湾是一个实际上的独立自主 高度自治的一个国家 它是一个国家实体 从各种各样的指标上 它都符合一个主权国家的这个要求 所以说呢联合国呢作为一个伸张世界正义 组装世界和平的一个组织 它对这些事情呢都要有一个严肃的态度来讨论 2024年不是1971年 半个都设计过去了 很多半个世纪以前的议题 现在早就不存在了 中苏也没有什么这个冷战已经完了 美苏也更没有这个冷战了 所以说呢这些问题要有现实的眼光 中国大陆一直在讲与时俱进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中共的领导人应该正是台湾人民几十年来 所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 技术方面的一个成就 承认台湾在国际上 上面应该有这个议席之地 不要一直抱着冷战的思维 来这个把一些成就的话题 不断地重复 这个我觉得对大家都没好处 那你怎么看待中共在联合国 无论是大会期间或是他们开任何的国际会议的时候 他们会讲中共会签调 2758号决议案 就是让就是国际上承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不容挑战 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歪曲 但是2758号决议里面没有写到台湾 没有 但2758号决议我刚才讲了 它是一个联合国全体大会的决议 就是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它那个决议呢 实际上是有效性的 完完全全不如这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是最有效的 而且它的一些决议呢 是有更加的可以实施的这个效果的 这个不是 所以说呢 这个是美国外交上的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一个事物 因为当时屈服于中共 被中共灌了很多迷魂汤 所以很多方面呢 它也做得不是特别到位 再加上这个联合国 在一些根本的联合国的议题的动议方面 在程序方面 它没有主持正义 比如刚才我讲的这个简单多数 和这个绝对多数 这个呢 当时没有坚持 如果当时坚持下来的话 那么就没有2758号决议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2758号决议讲的是什么 2758号的决议 实际上它解决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位置 当时美国的国家政策就是说 可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 那么至于说台湾是由谁来代表 2958号决议没有说 没有一个字都没有提 他只提到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的代表 那么蒋介石集团不正义就是台湾 所以说这个已经是历史 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么一种假设 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 我觉得这个台湾和这个中共 几十年来在冷战时期 就是在国际上争夺一个东西 就是说谁代表中国 谁对中国有代表权 那么自从那个1971年以后呢 联合国际社会说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 那台湾现在说 那好你就代表中国 我们也不跟你争了 那么究竟谁代表台湾呢 那台湾说我们自己要代表自己 所以这个实际上 我觉得是这个就是 还是应该讨论一下 谁代表台湾那么一个问题 而不仅仅是这个 台湾是不是属于中国的 因为这个谁代表台湾 当时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 没有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个呢 国际社会应该是这个 要有现实的眼光 来承认台湾这种 事实独立主权的地位 谢谢余老师 那因为您这几年都非常的 帮台湾发声 在各种的国际场合 或在美国内部 您一直都是站在台湾这边 您认为台湾是有 台湾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的之一吗 我倒不觉得我是专门为台湾发声 我是觉得为正义 为公正 为世界和平发声 美国的利益 跟台湾的利益 在很多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就是说这个 我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台湾问题的重要性 因为台湾实际上 它不仅仅是对美国的 这个全球的领导地位 有关键的重要 因为美国从50年的开始 就对台湾的这个 现状 有一种承诺 这种承诺就是 坚决反对任何一方 用武力改变现状 这是第一点 而第二点呢 就是说 美国从来就没有承认 这个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而且美国进一步 和中共达成了一种协议 从1972年开始就开始 就是这什么协议呢 就是说 任何对台湾问题的解决的方案 都必须要由台海两岸的人民来同意 当然中国没有说 人民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 中国就是一个主权专制的国家 只是领导人同意不同意的问题 那么台湾有这种民主的机制 你看多少人现在是在台湾 有赞成这个和中共统一的 实际上没有的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美国对华政策 它的政策是非常清楚的 我是为了维护美国这种对台政策 对华政策一种清晰度 来对台湾发声 这个不仅仅是对台湾了 不仅仅是对美国了 实际上对世界和平都有 都有这个关联的 因为中共它在领土问题上 它不仅仅跟台湾过不去 它跟周边国家 几乎所有的路上的这个邻居 它都发生过问题 尤其现在正在这个进行的 还没完全解决的 它跟日本 跟越南 跟印度 跟这个 这个菲律宾 它都用领土方面的冲突 所以说这个不仅仅是 中共和台湾人民之间的问题 是中国和周边 主权国家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呢 中国是一个比较 轻锐成性的国家 它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主要的问题就是 中国共产党认为 它自己这个 战无不胜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甚至连自己的所谓 主权伸张啊 它说什么 它就能够得到什么 这种 这种嚣张气焰 我觉得跟共产党的这种 所谓的豪放气概 没有什么差别 中共这个为了共产主义的豪放气概 把中国折腾了几十年 把世界折腾了几十年 从五十年就开始 大跃进 正反 文化大革命都是这样子 现在它要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伟大复兴 就是一种中国民族主义的翻版 它要把中国共产党所承诺的 所追寻的这些主权伸索 它要实现 它以为这个就成为了 这个复兴的一个标志 实际上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全世界都看清了这一点 所以我对台湾的这个命运呢 我觉得台湾的命运 跟美国的命运在很多方面 也是非常关联的 而且不仅这样 日本政府也说 韩国政府也说 印度政府也说 连北约的这个 所有的成员国都说 台海之间的和平 也就是说 中共对这个台湾的侵略的 这种主张 是完全有不于 他们自己国家 和他们这个组织的宗旨的 所以说我觉得 中共不是跟美国为敌 也不是跟台湾人民为敌 而是跟全世界为敌 我觉得你讲得非常的 非常的好 我相信每个台湾人听到 就知道 就是在民主阵营这一块 台湾的盟友其实很多了 因为大家都看得到了 这中共的那种风险到底有多高 那最后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最近在台湾舆论上面 有出现一个新的 在台湾叫做以美论 就是华语美国论 觉得无论是有些政治人物 会说美军不会来啊 或不同的政治人物 有说美国的训练是不可靠的 你不可以靠它 然后不应该希望 如果台湾发生什么问题 美国就会来帮忙 我想请问一下于老师 您想要怎么样对这些人 做一个回应 这以美论没有事实根据 也没有逻辑的根据了 就说事实根据就是 美国从这个50年代以来 就一直在说 要保护台湾的现状 那么台湾的现状就是现状 它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一个高度自治的国家 中共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行使权 它自己声称有主权 实际上台湾人民也不认可 所以说美国的历史上的 这个记录可以完全证明 美国是靠得住的 你知道吧 在80年以前有共同防御条约 当然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80年以后有台湾关系法 而且每次有台海危机的时候 中共要动武的时候 美国总统都是动用武力 跟中共明白地表示 如果你武装侵犯台湾 我们就会反对 因为这违反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 美国的总统不断地提出来 中共要对台湾进行军事入侵 美国的军队就会毫不犹豫地加入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 曾经在五次不同场合下 非常认认真真的 站起来说 坐下来说 都说美国一定要出动武力 来阻止中共侵犯台湾 这还有什么可以疑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以美论呢 实际上就是一般台湾的地方势力 在那炒作 这个在某种方面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就迎合了这个中共的反美的这种宣传 这个实际上不对的 台湾人民没有任何理由 对美国用武力保卫台湾 不受中共无力侵犯的那么一个决心 这不仅是美国的一个政策 美国的法律都那么讲 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是很了不起的一个 很有标志性的这个法律 他就承诺美国对台湾的自我防御能力 要有一种这个义务 来提高来保障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 这个大家是这个 我对台湾的这个 现在出现的一些以美论 我这是 真是不可理解 谢谢余老师 那我也希望这样子 各位台湾的朋友们 可以更清楚的了解 美国怎么样看待 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跟美国整体对台政策 是怎么样的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再见